我们谈谈瑞星浪漫 看到我们有很多发现的刑警 我们也有观众有货 Challroom留言 46元有货 比起现在都跌了很多 可以如何部署好 现在指示好吗 瑞星今天发了一个刑警 当然这个刑警有它自己独特性的因素 因为如果你相比去年的话 本身有一个一次性外汇的收入 所以其实就不是它本身的基本业务做得特别差 是否代表不差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它也说了在去年第四季 本身收入是上升的 但由于毛利率的下降 是导致利润有机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相信 其实随着在去年也好 或者今年也好 随着智能手机 全球出货量增长下降 对于一些手机设备股来说 我相信那个增长动力 未必可以太快地恢复到 所以过去市场都会对一个瑞星科技和上月科学做一个比较 但两者其实有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瑞星科技本身依靠手机业务的质重性是更加之高的 反而2382它本身除了手机市场 还有车载镜头市场 反而是一个比较平衡和防守性比较高的股份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比较多资金是关注2382多于2018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2018这次的刑警短暂有机会对股价 就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压力 而往后来说的话 我相信在环球手机市场 未有一个太大复苏动力的情况下 预计2018我觉得未来三至六个月都有机会在低位徘徊整雇为主